都市报道由在华北酸奶更多人选择的君乐宝为您特约播出 要治愈先天性心脏病费用可是不少 不过今天呢 有一百多名先性病患儿在郑州 却是零费用治愈出院 一起来关注一下 你看现在说发子是吧 以前鼻子子里厉害啊 全是子里黑子黑子里 这个双手发子的孩子叫果果 今年两岁 从出生开始 他就是个让人揪心的孩子 经过医院检查发现 果果身患法洛四联症 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一种 来医院时 他整个面部包括四肢都是黑紫色的 喘气的声音特别大 过果情况危急需要立即手术 但手术需要很大一笔费用 这难倒了果果家人 像果果这样 身患身患先性病的孩子有很多 河南也是高发区 是先性病是吧 孩子当时是发射 这些患儿大都来自农村偏远地区 很多孩子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即使得到手术治疗 家里也会因病治贫 因病返贫 希望之心是省委纪委和澳门明德慈善基金会合作开展的一个慈善工艺项目 自助的对象是农村的贫困家庭 截止到今天 第三期希望之心 共救助了贫困先心病患儿108名 其中106名已经治愈出院 而且在医院期间都是零费用 都市记者赵文报道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第四期希望之心活怒呢 将会在今年的八九月份正式启动 届时呢 我们的节目也将会全程关注 那么如果您身边有符合条件的先性病患儿呢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 037165732233进行报名 同时呢 也可以和省人民医院取得联系